哎 你们相信吗 我用一碗酸辣土豆粉 治好了法国集市小哥的EMO 是这样的 我们一家回到原来的集市后 我听他一大早去银行 把餐车三次分期的第二笔款给付了 付完以后啊 感觉这餐车离我们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 不过离餐车完全造好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要是按现在的天气转冷的速度 我们一家给这露天的集市里 是肯定熬不到那个时候的 所以经过一番商量 我们一家人决定再出最后一天摊 就暂时歇夜回家等餐车完工 茅厚了一个中午 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 我们开始准备自己的午饭 整晚热乎乎的土豆粉暖和暖和 一边坐着 一边瞅旁边卖点心的小哥 今天情绪好像有点低落 我丈母娘就给他也盛了一碗 小哥缩了两口粉 总算挤出了点笑容 我丈母娘一看 打着还愁眉苦脸的 结果这一问 小哥的情绪一下就绷不住了 说他来这个急事也半个多月了 可生意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有时候张罗一天 还赚不出一顿饭前来 问我丈母娘 有没有啥诀窍 能传授给他两招 我丈母娘看这孩子都快抑郁了 说做饭这个事 他这么多年总结下来 无非三点 原料新鲜 手艺咸熟 调料考究 都靠的是吃辛苦 外人是帮不上忙的 出摊的时候 管理员大爷赶了过来 大爷说上次我们出面 去给他促逼撑场面 我们回来后 每天被冻得嘶嘶哈哈的 他都看在眼里的 他们师徒两个人 就一直在帮我们找地方 终于在一个 很好的区分的室内机事里 找到了一个 正在对外竞拍的空位置 要知道像这种室内的机事 平时根本就没有空位 好一点的位置 转让费 一点不比一个小餐馆便宜 大爷接着说 他已经动用了 他在帮老伙鸡们的所有关系 这个位置 现在谁也拿不走 就免费给我们一家人用 之后天气好的时候 就还在这排配他们 下雨阴天 就转去那边的室内 直到我们餐车造好了位置 这是他退休之前 能帮到我们的最大限度了 朋友们 看来我这小面团又要转移战场了 不知道是那边 还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